宫廷名菜三步毡 粉丝at我做三步毡 它是用鸡蛋黄淀粉和糖制作而成 需要三种材料的话就可以制作而成 首先准备鸡蛋取出蛋黄 鸡蛋我准备好了取出蛋黄 水250克 糖25至30克 水250克 糖我用30克 淀粉120克 几样东西掺和在一起搅拌均匀 淀粉120克 几样东西掺和在一起搅和均匀 用锡网楼过滤出粘连的鸡蛋清 我用锡孔楼过滤出粘连的蛋清 把鸡蛋液倒进锅里 把鸡蛋液倒进锅里 用勺不停的搅动 用勺不停的搅动 慢慢的越来越稠 它很快就越来越稠了 千万不要停 搅拌的速度还要加快 好的不要停 你看我的速度够不够快 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用勺快速的刮锅底 这个时候主要的就是快速的刮锅底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熟了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熟了吗 完锅里加20克塑拉油 我加20克食用油 再继续用勺搅拌 再继续用勺搅拌 我觉得是勺子不行 换一把 继续搅拌 有一些粘在上面下不来的 需要用专用的油刷辅助刷下来 我用勺子刮下来 这一步完成后 基本上是做成功了一半 这一步完成之后 基本上是做废了一半 用油刷完锅里慢慢的滴油 我觉得已经没那个必要了 现在调的已经是大火 What 现在才调成大火 大火炒出来的菜比较香味足 火这么炒 确实比较香味足 这也是有些人做这道菜不好吃的原因 应该不止这一个原因 降一下温度 以免火大了水分烧干了 火的早就烧干了 再一次开大火蒙火升温 再一次开大火蒙火升温 现在的手法改变成边揉边打的方法 完全没那个必要了 现在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不怎么粘锅了 火的早就不粘锅了 做这道菜全体技术和经验 你怎么不早说 现在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火的差多了 可以闻到明显的香味 这时有明显的焦味 终于可以出锅了 再不出锅我锅都要缠漏了 如同一轮金黄的满月 我做的是岁月 咸尝一口啊 嗯 香香甜甜脆脆的 谢谢大家